南加州圣佩德罗海洋哺乳动物护理中心指出 多米酸是一种神经毒素 且会导致中毒的海狮出现 头部不时左右摇晃 或向后伸展的情况 主要原因是海狮食用了海中 太多受到藻类爆发污染而缺氧死亡的鱼类 换句话说 多米酸中毒将会对食物链顶层的海洋哺乳动物 构成严重的健康威胁 且这种中毒情况通常会出现在海中藻类大量爆发的季节 且当海洋哺乳动物吃下这些受到污染的鱼类时 等于也吃下了神经毒素 值得注意的是 海狮产生多米酸中毒症状之后 不只会出现类似癫痫的抽搐 且经常会伴随着严重的呕吐和脱水症状 影响所及 大部分的海狮都会表现出极度虚弱和反应迟钝的状态 不过沙滩游客却要特别注意 少数一些海狮则会在海滩上出现极度攻击性的行为 有鉴于此 民众一旦在海滩上发现有海事出现 类似癫痫 严重呕吐 脱水或极度无力的症状 都应该立即报告当地的野生动物救援组织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